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女子 今天用土豆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将土豆削去外皮 然后切成片 将土豆片装入盘中整理一下 凉水上锅 大火蒸20分钟 香菇切成片备用 青红椒切凝形块备用 生姜切片切丝 最后切成末 小葱切碎 鸡胸肉切条再切丁 将蒸好的土豆片取出 倒入大碗中 碗中加入食用盐 用擀面脏将土豆倒成糊状 加入适量的淀粉搅拌 再下手揉成糊 取小块面团 整理揉圆 再搓成条 将搓好的土豆条放入盘中 锅中 锅中水开后下入土豆条 煮至土豆条浮起 在煮三分钟后捞出过凉 控水装盘 将切好的香菇下锅中焯水两分钟 两分钟后将香菇捞出来控水 锅中倒入食用油 下入鸡肉丁翻炒 炒至鸡肉丁变色 下入葱花姜末翻炒 下入香菇炒匀 加入豆瓣酱生抽 继续翻炒 倒入适量的清水 汤汁烧开后下入土豆条 青红椒块 炒至青红椒断生就可以了 美味的土豆条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味美 营养丰富 喜欢赶紧试试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